另外看到家住在高雄的李姓夫妇 27日攀登花蓮县秀林湘的屏风山 那么江姓妻子是出现了呕吐 四肢无力等疑似高山肺水腫的症状 服用了药物仍未改善 而花蓮县消防局获报之后赶往救援 并且抠琴的黑鹰直升机出动 顺利的将患者吊挂下山就医 27号一名江姓李姓 在秀林湘屏风山高山正发作 经由花蓮县消防局回播报案人电话之后 并以此际公医师进行三方通话 得知该迷你近早上有吃威儿钢 身上并带有弹幕式药物 四肢无力无意识清醒 医师建议快速下山进行救援 旧友医师表示高山症有三种 而威儿钢只是预防其中一项的肺水腫 如果用来预防急性高山症可能有反效果 这日我们上午接获有民众报案说 他在秀林湘山上面 一次有高山症的状况 然后下午的时候有直升机吊挂成功 然后接送到德行棒球场 然后我们救助车过去 然后发现他患者有头晕身体不适 然后完全身体没有力气的情况 然后我们作与给予适当组织 然后后送到自己了 在进行三方通话救援时 医师评估药物的影响比较大 但无法排除是高山症的症状 建议快速下山 新城警分局和欢派出所副所长阮汉奎 在当日下午两点于西谷 接触到两名霸案人 并回报有看到航空器在上空盘旋 空情总队驻花莲第一大队第三队 于两点进行吊挂成功后 将理性夫妻送刺花莲德心运动场降落 并转送花莲慈激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连结修林箱采访报道